为了配合行政院关键战略 也就是运聚电气化无碳化政策 台泥所属的台泥除能和台糖光复糖厂 携手合作 打造东部第一座DCDC充除一体充电站 并且在14号上午盛大举行启用典礼 不仅解决了游客民众在花东重骨 将近250公里的充电焦虑 也让花东的观光旅游 逐步迈向近零一探牌 观光永续发展 请剪彩 花东重骨将近250公里 要能跟上行政院关键战略 运聚电气化无碳化政策 台泥所属台泥除能结合台糖 今天携手启用光复糖厂 这座DC to DC充除一体充电站 为充电沙漠区注入新活水 地方所会首长也共同参与 一起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我们的糖厂也好 还有我们的台泥这边对地方的照顾 因为真的观光是一个观光的地方 很多车子都200多公里 就像200多公里没有交的站也一定很紧张 那台泥呢 同时在这个充电的整个活动上 我们也推动所谓这个离风充电这个活动 也结合我们很多的这个策略合作伙伴 包括ODI 包括这个VOBO 一些的公司去成立这个所谓 Earth Help的这个活动 公布糖厂快充站提供多项创新服务 让电动车主能享受快充的便利性 高度配合的台糖 事实上也在全台台糖加油站 旅宿饭店货源区广设快充站 花东地区则是继台东糖厂之后 再度与台泥除能携手合作 增设NOVA TCC花莲糖厂站 消弭华东重骨的充电焦虑 也具体实践台糖多元能源供应 净零排放的行动 开电动车 它当然要有充电的一个设施设备 那充电的设施设备 如果做的越多 它的便利性就越大 那目前我们台糖 已经完成了56座 那我们台糖所经营的饭店 饭店像台北卫板 台糖常用酒店 尖上米都调村 都已经四座完成了 那其他的73座的加油站 及其他的旅游的祭典 也目前已经在进行的 一个四座当中 那原则上我们到货连 2025年 我们会达到106枪 光布糖厂快充站建制启用 也引发周边居民 对于居住环境 以及用电安全的疑虑 台泥除能对此则说明 打造NH-Arch能源方舟 安全结构的概念 且在深夜离风时间 除能运转也不会影响 区域电网络 2024年以后 会使用这个 我们自己所发明的 叫Energy Arc 我们用这个UHPC 这个是研发出来的柜子 它具有这个两小时 经过这个中科院的测试 它具有两小时的这个阻拦 这个防火的功能 那同时我们有测了一个 所谓的快速灭火的机制 我们跟这个消防署 在消防署的这个消防训练中心 去测试 我们大概 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它不发生 而且保证它基本上不会发生 纵使它万一发生 按照我们的测试 我们大概五分钟 发生状况的五分钟 就可以把它的这个 意外的这个把它控制住 2019年成立的台泥 除能瞄准充电电池除能产业 今天新启用的光复堂场快充战后 目前在东台湾 总共设置四个除电一体充电站 让东台湾观光旅游 坐上2025年近零碳排的列车 永续发展观光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